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過去幾集,我們都探討過不同的地產股 但其實有一個大型發展商 初歌可能每天都會跟他有接觸 它就是港鐵 港鐵的潛在供應高達2萬個單位 絕對稱得上是大地主 港鐵以鐵路加物業的方式營運 雖然本地客運佔總收入只有36% 但客運利潤貢獻只有不足一成半 港鐵最大的亮點是擁有鐵路上蓋物業發展權 因此港鐵不單是公用股 還是大半隻地產股 港鐵有不少物業的銷售收入 會在未來陸續入漲 其中日出康城第五期 和日出康城第七期商場的物業發展利潤 會在今年入漲 另外港鐵也計劃在今年推出日出康城第十一和第十二期 以及黃竹坑站第四期項目 估計可以提供4500個住宅單位 港鐵也會為油塘通風流、黃竹坑站第三期 以及何文田站第二期項目進行招標 三個項目合共涉及2700個單位 港鐵也有不少收租物業 去年收租和管理費的收入超過50億元 除息和除稅前的利潤超過42億元 港鐵持續擴大投資物業組合 目前日出康城和大圍兩個商場正在施工 黃竹坑商場正在規劃當中 所有項目落成後 可以令港鐵收租物業的樓面面積增加近五成 整體而言,港鐵的賣樓和租金收入 遠比客運車費的收入重要 公司物業儲備項目豐富 初歌不妨後低上車